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阶级平台的动作游戏 暗黑风影二代 五个任务,我选择了精灵女箭矢 这款游戏有着丰富的过场动画 而且是有真人配音的 画风也不错 第一关来到了一个被魔物袭击的村子 上方还有一个龙骑士 这个龙骑士就是本关的boss 他在初代里边也有登场 地上有很多加分的道具 我捡到了一个拳套 这个拳套是增加攻击力的 但是它是有使用次数的 精灵女箭矢是本作的新人物 因为初代的话有四个人物可以选择 分别是战士、女法师、年幼诗人 还有一个忍者 但是二代的话忍者没有参战 新加入了一个矮人 还有呢就是我选择的这个女精灵 这个女精灵呢叫做艾米娜 乔泽斯托 年龄是150岁啊 但是换算成人类的年龄呢就是18岁 因为精灵都比较长寿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魔法吧 这里我用了一个美度杀 其实这个魔法啊 打这个boss不好用 这里演示一下 后面呢咱们就不施展了 本作的魔法系统是比较特别的 咱们击倒敌人会获得魔法值 魔法值满了 你还需要看左下角的魔法书 魔法书翻到哪页 你用的就是哪页的魔法 不同角色的魔法呢 还有区别 并且不同角色的攻击也有区别 你像精灵女剑士呢 她是可以连打的 攻击的范围比较广 但是这个角色呀 输出实在是不给力啊 玩这个游戏呢 大家最常用的角色 应该是战士 战士用的流星锤 范围特别广 攻击力也很高 精灵女剑士呢 她不仅是普通攻击 攻击力低啊 她的变身魔法 攻击力也不高 你如果使用矮人的话 打最终boss变身之后 三四拳啊 就可以把最终boss打死了 但是女剑士的话 打三四十拳也打不死 所以说这个角色呢 选择的人物不多 来到了第二关 本作有一个副标题啊 叫做巫师之火 初代的副标题叫做 毁灭之门 是阻止敌人打开 毁灭之门的故事 那二代呢 是黑暗巫师 想要解锁龙神殿 解锁龙神殿呢 需要666个人的鲜血 所以说她开始袭击这些村子 解锁了之后呢 黑暗巫师就可以建立一支亡灵大军 建立亡灵大军 不应该戴上 头盔嘛 是吧 然后坐在冰封王座上 手上拿着双支爱伤 这才是标配 所以说本作的最终Moss呢 应该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这两个史莱姆十分讨厌 他会分身 分身之后呢 还会发射子弹打你 我现在的道具呢 力量手套是碎了 但是现在有一个铠甲 这个铠甲呢 可以给咱们抵挡一些伤害 从铠甲之后 那三个空格啊 都是饰品 这些饰品呢 可以抵挡不同属性的伤害 我的魔法值现在是满了 另外大家注意呢 有一页的魔法是问号啊 这个问号呢 他有几种情况 一种呢 是变成猪 就毫无抵抗之力了 对吧 还有一种呢 是变成宝箱 一边走呢 可以一边扔出道具 哎 我被打了是吗 这个毒蘑菇召唤出了一个毒蝎子 直接就把我折到了 看来咱们的盔甲 是无法防止毒蝎子的进攻的 需要其他的饰品来抵挡 本关的boss 这个boss就这么两种攻击方式 一个是爆炸果实 另外呢 他身上的勇 可以付出很多的小怪 我这里就不变身了 因为变身的话呢 被打到 会掉很多的魔法值 而且呢 精灵变身攻击力也不高 用其他的角色可以满一下 精灵就算了 还是用剑砍吧 好的 过关 这款游戏的流程 其实不算长 但是每关会打的比较久 尤其是后面的关卡 你玩这款游戏的时候 感觉自己就是在一个团队当中啊 每次过关之后呢 这些角色会商量 交流意见 第三关的难度其实也不高 玩这款游戏呢 一定要记住 稳 借交借造 屏幕上敌人呢 把一些有危险性的 消灭了之后再往前走 不要累积问题 累积的多了呢 就无法处理了 我现在有力量手套 我感觉有这个手套啊 攻击力和 不戴手套的骑士 差不多 这里我是开了连发 用一个石魔法 咱们溜进来 能够捡到一些饰品 把这个机关拆掉 然后火墙就没了 用风魔法的时候应该也是无敌的 打的相当小心啊 因为其实血量并不富裕 游戏进入到中后期呢 被敌人摸一下 掉血是非常多的 咱们才6滴血 后面 敌人有些攻击呢 可以打掉你4滴血 一下子大半条命啊 咱们打着不要急 慢慢来 这里有东西 咱们来捡一下 像这种地方就算是分支路线吧 从这里往前走呢 就是boss了 哎 打中我了 打中之后呢 身上出现了一个光圈 应该是盔甲起了作用 但是这些防具都是有耐久的 多挨几下呢 就没了 咱们道具栏的第一格是一双鞋 增加移动速度的 好的 boss站 这个boss是模仿怪 这里呢 你用谁 他就变成谁的样子 我用了一个变身魔法 打掉了他不少血 这个变身魔法真的是不给力啊 战士的话 变身一次差不多就能把他清掉 哎呦 砍中我了 我的盔甲好像要碎了呀 这里上方有一个暗道啊 咱们从上面走 上面看起来比较危险 机关比较多 但是呢 地形比较窄 敌方的配置也比较简单 我觉得好处理一点 鱼双鞋 咱们防具现在还是比较齐全的 比较悲剧的就是攻击力不行啊 这个游戏真的讨厌啊 捡到道具之后呢 最好是能够永久啊 还过了一个铁球 把铁球打走 这个铁球是能打爆的 但是以精灵的攻击力呢 是比较困难 这个地方还给了一个小的血瓶 但是咱们没有掉血啊 精灵的好处就是控制比较强 被他的武器范围照住之后呢 基本上都可以把敌人定住 来吧 放一个风魔法 我已经放过了 石魔法 风魔法 美毒杀还有变身 问号的话我就不放了呀 因为他有几率变成猪啊 变成一次呢 这个真的很影响咱们的攻击效果 变成一次猪 感觉一条命都要交代 这次呢 这条龙变成古龙了 变成古龙了还会飞 神奇啊 这游戏的boss都不难 就是流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慢来 万一你忙了一次 有可能就会交代 考验玩家的执行立刻耐心吧 到此现在看起来掉血比较快啊 但是越到后面的血呢 又结实 尤其是剩最后一点的时候 感觉打不动 他总趴下呀 这个真的太讨厌了 如果不发现呢 他已经挂了呀 而且我这个刮杀的伤害呀 水量是一丝一丝的掉 这真的是刮杀呀 这点血我都没有信心一次性把它推倒 试试吧 来差不多可以 好打完了 还是战士爽啊 流行锤呢 一轮一片 Boss在这里 这个城堡的外形啊 让我想起恶魔城 这里呢 主人公一行 想要登上空中的城堡 法师建议呢 先来到沙漠里的墓穴 拿到飞行魔法 这一小段是一个迷宫 咱们要捡两个石板 把这里解封 其实我现在走上去啊 就可以把隐藏的门解封掉 但是这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精灵的攻击力 就是砍这种怪啊 要十几下 你看我在这刮沙 人家都不动啊 让我自己动 就说女精灵动了半天 对面才有反应 这里是一场小Boss战 这个Boss的弱点啊 就是那个魔法球 Boss倒是不扛打 感觉有点拖慢了 因为屏幕上的活动块比较多 这两个石像鬼啊 还要抓我 我还打了 我铠甲碎了 这 道具栏上已经看不见铠甲了 好打完 我的鞋也碎了呀 我才走了五分钟的路 鞋就碎了 这什么破鞋啊 这里是有一些隐藏的墓室的 墓室里边有道具啊 还是来拿一下 打个骷髅战士都要半天 木乃伊 这个地方好啊 我的攻击能过去啊 现在咱们没有盔甲了 比较麻烦 从这边走吧 其实这张图的右下角呢 还有一个宝箱 不过那个宝箱呢 是加分的道具 我感觉没什么大用啊 这里还有一个回血的雕像 咱们满血不用回 你给我一个盔甲呀 把这个墙破坏掉 这里就是收尾了 前方不远呢 Boss战 咱们如果中了刚才那个魔法圈的话呢 方向可能会发生错乱 尽量不要被他打中 敌人好多 Boss战 是两个石像啊 这两个石像血特别厚 好在呢 他的被攻击硬直比较短 所以说咱们可以持续的输出 Boss战 Boss的特点呢 就是特别硬 女剑士的特点呢 就是撸得快 所以说真的是棋风对手了呀 还可以两个一起撸啊 被震了 震了之后呢 人物会硬直 在那不动 咱们需要快速的晃方向 我最后一个饰品啊 碎了 已经被震碎了 他的阵地呢 范围比较广 这么远都震到了 好的 打碎一个 第二个又快了 最后这点血比较难打 这样的话 咱们可以飞了 前方呢 就是最终关 最终关的难点 其实就是最终Boss 尤其是咱们的攻击力不给力啊 这刮杀要刮好久 这里呢 放个魔法吧 因为敌人比较多 慢慢打的话呢 这个地方没有个15分钟左右 磨不过去啊 变身之后呢 小心一点 不要被敌人打到 打到的话 持续时间就短了 被电到了 一下就回复原形了呀 这个地方慢一点 特别难啊 这个场景特别难 我争取呢 再攒一个魔法 防具还有两个 清干净再往前走 我这里要挨打了 剩下这两个防具 恐怕也要碎呀 变成石头了 放了两个魔法呀 把这个场景混过来了 那后面呢 就没有 这么多敌人的场景了 boss战比较多 这个地方先打一个蜘蛛 蜘蛛是两个形态啊 一形态比较好对付 二形态呢 他会分身 分身之后呢 麻烦之处在于呢 他攻击判定和被攻击判定 不是重合的呀 不在一起 所以判断起来比较困难 他的血掉的还是比较快 分身了 攻击方式也变化了 分身之后还会 发射闪电 他的攻击判定呢 就是黑色的这只 有影子的 被攻击判定呢 大概是在 本体的 腹部 而且很靠后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还打不到 影子这里不要撞到 这点血要打半天 好打完 这样前方就是龙神殿了 这里会碰到一只龙啊 这个龙呢 主要就是起到一个 阻止咱们前进的作用 快点往前走 这里还有一些动作的要素 非常可惜啊 这款游戏呢 类似的动作要素非常少 好的 到门口了 这样的话 里边就是最终Boss 咱们开始刮杀 最终Boss呢 几种攻击方式 有黑洞 有白洞 攻击力都比较高 白洞的话 好像一下是四滴血了 并且呢 有一定的跟踪效果 另外呢 他还可以发射魔法弹 还可以召唤骷髅 你如果和他近身呢 他身上还有刺扎你 换一个变身吧 看这个变身打他呀 我就看人家的矮人 用变身魔法打他 一拳啊 大概就打掉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血 真的是爽 我在这忙活了半天 剩下的血呢 就要慢慢的刮了 白洞 其实落地之后 再躲都可以 因为之前呢 他是跟踪的 落地之后呢 爆炸还有一个过程 召唤的骷髅呢 两种 不带偷窥的 比较脆 带偷窥的呢 还会远程攻击 而且呢 两次生命 看起来我还能散够一次魔法呀 这已经半个多了 基本的打法就是秦王绕柱走 在这转圈 一直向一个方向移动呢 以咱们的伤害啊 经常会被这些 骷髅大军堵在角落 碰到我了 碰一下 一格半的血 我都没被砍到啊 只是被碰了一下 这样咱们的防具都碎了呢 太满了 我的魔法要满了 暴死血量也不多了 一会儿呢 变身打他一次 哎 又被暴死击中了 被石化了呀 赶紧变身吧 血量不多了 不能浪了 剩两个半 又被打中了 让我剩一格半 我们血量损失了70%啊 被打了三下 但是boss啊 我感觉也撑不了多久了 他的血量也不多了 咱们接着刮 百动千万不要中啊 中了就扑街了 我刚刚是被他石化魔法打中了 是吧 好的 打完 这样就通关了 通关之后呢 空中的这个城市 就被拆迁了 贝尔蒙多加直户内行啊 精灵的结局呢 应该是和尹游诗人一起走了 这两个家伙竟然是一对啊 那好吧 这样一款阶级平台的暗黑风衣二代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 我已经是一会猛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